大家好,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部籃球快訊 在上一集為大家介紹了 2024年奧運男子籃球美國隊的挑戰者上篇之後 在今日這篇報導再為大家介紹下 可以挑戰美國夢之隊衛冕之路的蘭老虎 在上一集講到 有加拿大、法國和塞爾維亞這三支等等 擁有多名NBA球星的豪強球隊能夠挑戰美國之外 在今屆奧運會男子籃球賽事裡 其實還有三支球隊可以挑戰美國 當中包括正在變強大的德國、澳洲 甚至沉睡的西班牙 亦可能成為美國夢之隊衛冕之路的蘭老虎 在這篇報導 我們首先講講正在蛻變的德國 德國自2016年初德奧威斯基退役之後 經歷了無數數年低谷 他們曾經無緣2016年的奧運會 亦未能進入2019年的世界杯16強 幸好德國最近兩年完成了驚人的蛻變 在上屆男子籃球世界杯就是最好的證明 其實德國在前年歐洲國家杯的籃球賽賽事裡 已經展現出強勢的反彈跡象 德國近年重新崛起和擁有較多的優質球員 有著直接的關係 他們近年擁有著在籃球場上天賦極高的 Danny Schorder、France Ragnar和Maurice Ragnar兄弟 等等的NBA當打球員 而這些球員亦都成為了國家隊的骨幹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 在今年的奧運會大名單上 絕多數大部分球員 都是去年在籃子籃球世界杯奪冠的班底 他們的連續性和化學反應上 絕對有能力可以挑戰美國隊 在奧運會籃子籃球的衛免之路 在今屆澳洲方面 整支球隊有著強硬的籃球風格 他們的身體條件亦十分強壯 即使在隊內打澳洲職業籃球聯賽NBL的球員 在對抗性上 亦都與NBA的球員相比亦毫不信息 這個亦都讓到他們在防守有著不錯的筋底 更何況 隊內擁有Shorts Judy和Joke Landau等多位NBA的球員 澳洲在7月份以來的六場熱身賽 澳洲期間斬落了五勝一負的成績 期間更加擊敗了法國、塞爾維亞等強隊 即使面對豪華陣容的美國亦都輸6分 所以絕對能夠相信他們有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 再加上在澳洲的老將兼領軍人物 Patty Mills寶都未老的情況下 他在熱身賽期間多次斬落20分以上的成績 在澳洲籃球國家隊承擔極之大責任 並且Patty Mills亦都算得上是 在國際籃球規則和NBA規則下不同的一大武器 總體來說 後場有多位精戰NBA球員的澳洲陣容並不是弱 這一個亦都說明了為何他們能爬在奧運會實力榜第六的原因 在這篇報導我們最後講一講擁有輝煌歷史的西班牙 在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裡大約是20年左右 他們是唯一一支能夠與美國隊相擴行的球隊 相信大家最難忘的絕對無疑是2008年和2012年的奧運會 與此同時西班牙軍團近世界的奧運會奪得兩銀一銅的成績 但是當下這支西班牙的球隊 自從Pal Casol、Mars Casol兄弟和Gran Navarro等等的黃金一代退役之後 而西班牙近代也沒有出過一些較為出色的球員 的確給人一種輝煌退去的感覺 在這屆奧運會西班牙大名單裡 大家比較異熟能長的球員 包括Willie Allen Gomez、Gran Allen Gomez、Santi Aldama 以及即將迎來第六次參加奧運會的Rudy Vallandex 總體來說 這套陣容的確是近年最弱的西班牙 雖則論球員方面是近年最弱的西班牙 但是大家並不忘記 西班牙講究的團隊籃球勝籃球 現在仍然是世界上 並沒有球隊可以做得到 再加上他們整支球隊擁有一種奪貫的心 西班牙在2019年的男子籃球世界盃奪得冠軍 就剛剛說明了這一點 所以大家也要對今屆的西班牙整支球隊加以留意 總括而言 2024年的奧運會男子籃球賽 加拿大、法國、塞爾維亞、德國、澳洲和西班牙 這六支球隊相較之下 亦都是較有實力可以挑戰夢之隊的球隊 他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共通點 就是絕大部分隊內的球員 比較熟悉FIBA國際籃球賽事的規則 我們亦都可以期待 今年2024年的奧運會男子籃球賽事 這幾支球隊如何挑戰夢之隊的衛冕之路 交通 beyblade 交通يد彈奪運會金的衛冕 交通通音樂 交通絕對方 交通禁止 交通風籃球賽事 交通通關卡 交通通onstrasir